用火箭炮先给俄罗斯强力一击 步兵再追击连发 乌克兰镇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亚素营士兵公布在乌东卢干斯克的 克尔米纳森林 与俄罗斯在40公尺超近距离范围内基站 20公尺 只见战豪卢迷宫般贯穿森林 乌俄两军皆由树木以及同伴火力 掩护下护工 瞬间只听得到炮弹声震耳欲聋 亚素营不只有狙击步兵近距离枪战 还透过无人机炸了俄军坦克 只是乌克兰虽然有这几波成功的防御 但是在巴赫姆特外围的基站区 查西夫亚尔还是传来怪消息 远看几乎是一片交开的土地 看不出还有一丝人气 武军打了这么久 却仍遭到俄罗斯破坏防线 撤出查西夫亚尔东部地区 被迫往西不走 根据路透社报道 由于查西夫亚尔正位于高地上 如果遭到俄军完全控制 可能会利用他作为向西推进的前哨战 进一步来向乌克兰的关键城市 克拉马图尔斯克 斯洛维扬斯克发动进攻 就怕乌克兰会一步退步步退 尤其最近在乌东的基辅区 又有卖场遭到俄罗斯炮弹击中 乌克兰坚守多时的防御性打法 显来越来越难招架俄军的火力 尤其是俄罗斯今年陆续使用 所谓高爆滑翔炸弹攻击之后 俄罗斯自称滑翔炸弹会使乌军克星 但是华盛顿邮报却报道 乌军内部文件显示 滑翔炸弹常常打不准 打到自己人 乌克兰统计 今年以来俄罗斯有超过100枚的炸弹 通通误打自己人 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 更有多达38枚的导引炸弹 全部都误及在俄罗斯境内的贝尔哥罗德 乌军打脸俄罗斯说炮弹老旧早已失准 但是大陆央视却也报道 俄罗斯还有大量库存 而这样的滑翔炸弹 可以从远离乌克兰边境就发射 让乌克兰更难拦截 俄军给这种炸弹装上通用规划 和校正模块变成制导炸弹 这套装备包含了一个卫星导航系统 可以规划打击目标的路径 尾部方向舵 可以帮助控制方向 保持飞行稳定 俄军攻击武器更多元 而此时在哈萨克出访的普钦 再对乌军战况给出最新警告 批评乌克兰无权喊停火 而普钦似乎也想打击拜登 直接做求给川普 他说如果川普提出了乌俄停火方案 他会慎重考虑 一句话再度成为了美选交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